驾校教练猥亵女学员被拘 称唾液能指养 新了姑娘脖子 9月7日 浙江杭州一驾校教练王某 因对学员实施猥亵 被抓获归案 2020年5月 90后姑娘小陈 在科目三的练习过程当中 50岁的教练王某 把手搭在小陈的大腿上 小陈将王某的手推开 并告知不要这样 此后王某多次趁开说时 实施猥亵行为 最近一次许说当中 小陈被蚊子叮咬 王某以唾液能够消毒指养为名 亲吻小陈胳膊脖颈等部位 7月7日 王某因涉嫌强制猥亵罪 被警方刑拘 网友纷纷谴责 这名驾校教练 遇到猥亵该怎么办呢 实际上 大部分女孩都很胆小 体格上也难以和一个男人相抗衡 曾经听过 女生如何作保护的讲座 专业的跆拳道教练 在教授了几个格斗技巧之后 语重心长的告诉在场女生 如果遇到坏人 不要犹豫 把腿就跑 往人多的地方跑 边跑边喊 动静越大越好 力量上的差距 不是技巧可以弥补的 女孩晚上一个人回家时 尽量不要和陌生男子共乘一步电梯 如果在回家路上发现有人尾随 千万别走小路 而是应该跑到人多的大马路上 打电话找家人 总之 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 对于孩子来说 学校和家长要对孩子加强安全教育 让孩子明白什么样属于性侵害 家长要加强监护 不要让孩子单独外出 随意接触陌生人 要做好防范措施 比如说上下学 接送 不要单独乘坐电梯 根据我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规定 猥褻他人 或者在公众场所故意裸露身体 情节恶劣的 除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 同时 我国刑法第237条规定 强制猥褻侮辱罪 是指以暴力 胁迫 或者是其他方法 强制猥褻他人 或侮辱妇女的 除5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在公众场所当众犯钱款罪的 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除5年以上有期徒刑 如果猥褻儿童的 依照前两款的规定 从众出发